供奉五千歲的板橋北巡德天宮 農曆七月舉辦物須年中原普渡 在鬼門關開啟之際 讓無人諷刺的孤魂野鬼 來到陽間享受人們的祭祀 法師送金棚子裡排滿各式各樣的貢品 慶佔中原慈悲為懷 廣為不失 廟方決定延續去年首次的捐贈活動 結合信眾 愛心捐款 社團法人中華安德烈慈善協會 今天很感謝北巡德天宮的眾善信們 然後也奉我們五福千歲的指示 來參加這個一人一利 讓愛傳遞的活動 然後也透過我們眾善信 大家個人的力量 我們也集結了一筆愛心的捐贈 然後來捐贈給我們安德烈食物銀行 希望他把我們的愛 然後讓他傳遞出去 安德烈慈善協會長期推動食物銀行計劃 幫助台灣弱勢家庭的兒少 很感謝這次有北巡德天宮募集各界的愛心來幫助我們 非常謝謝 謝謝大家 農曆鬼月這一段期間 宮廟公司行號或是鄰里社區 及家庭都會參與普渡拜拜來祭祀 食物銀行的人今天來這邊做個見證 由我們的廟捐給安德烈食物銀行 我相信這只是個開始 這個是拋磚引運的動作 如果越來越多人做的話 相信台灣會更好 很感謝榮幸今天來到北巡德天宮 那過去我們的廟公的主委 還有我們的這個委員會 還有我們的公主也都很熱心在這部分 那已經連續幾年 我們募德善款也都交給我們安德烈食物銀行 那今天很榮幸由俊哲 以及我們紅禄委員一同做見證 那希望能呼籲更多人 能夠一起來參與我們這樣的一個活動 來幫助他人 中原普渡也稱孝親月 藉此祭拜歷代的祖先 並且透過普渡的方式 幫助五祖孤魂 這樣祭祀四方好兄弟的共品 以及法會的節餘款 用來捐贈社會公益團體 幫助弱勢族群 讓傳統的民俗祭典 增添宗教公益回饋社會的意義 數位天空新聞 板橋報導